天天有喜自播出以来 收视力节节攀升 胡仙八姐陈子涵更是受到了 很多90后的追捧 作为当年北电与蒋青青 精巧巧齐名的三朵金花之一 另两位都开始演妈妈的角色 但陈子涵这十多年 一直以出演神话剧为主 这部近期又在横店赶拍另一部 古装大片《古剑奇谈》 二千加乃亮私自加戏 贿赂编剧 霸演古剑仪式 也吵得沸沸扬扬 对此陈子涵表示 亮亮对角色要求 过于苛刻 我觉得完全是出自于 他和网友和剧本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吧 跟我们制作方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制作方 一定会在各个方面去 跟演员沟通的 因为毕竟亮亮还是制片人呢 对所以我觉得 一定是他自己想得太完美 陈子涵也向记者证实 贾乃亮已确实离开古剑剧组 原本尤其饰演的角色 已改换乔真女扮演 正热播的神话古装剧 天天游戏里 陈子涵整天帮着妹妹牵红线 生活中自己也是个黄金战斗士的陈子涵 他也很羡慕身边的同龄好姐妹 长情情的都相夫教子了 尽管自己还没有结婚 但已经开始考虑造人大事 随时都欢迎另外一半的出现 随时都希望有另外一半的来照顾 对婚姻和对爱情和对小孩子的向往 跟每一个女人都一样 然后加上本身我也已经不小了 正好是真的再不接可能更晚了 就就这真的是不行了 所以我是也很想赶紧把这些事情了解的 陈子涵迎凭上诉造了很多女强人的形象 网友更是称其欲解范儿十足 据悉陈子涵在新戏《古剑奇谈》中 红玉又是此类型角色 虽然笑称自己是女汉子 陈子涵也坦言更希望自己生活中能是个软女人 也一直憧憬浪漫的爱情 兴起的她还自爆常被好友牵线 太多了经常牵 然后霍斯涵也帮我签过 反正基本上就是在我这么大还没有结婚 身边的影视圈和圈外的朋友都在帮我签 圈里素有拼命三良之称的陈子涵 近期又多了个古装女王的称号 陈子涵太年经常演古装戏 有时会缺乏新鲜感和兴奋度 希望走出平静阶段 我觉得最适合演的一个是女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喜剧 因为我的生活中是一个特别淘气的人 然后我也很喜欢开玩笑 经常会自损来逗朋友一乐这样的 而说到演喜剧 陈子涵也隔空向好友徐真和黄博要戏 黄博 还有那个 那个徐真 因为其实徐真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以前这么多年前都不知道原来真的那么有才 对 所以就很想跟自己的好朋友合作一下 这个字幕公司 今天还有我们umbug terug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